老花姨美丽达回到现在出版的仰望问题 第一个出版就说了 满天星的叶子发黄是咋回事 出版你有没有发现满天星它有好多种吗 这第一第二呢它都喜欢光照 它这个呢不是黄叶子 这是消花苞 说白了就是花期过了 明白了吗 你只要做的就是给足光照 加上水肥 大阳光大水大肥 你记住了我一说这些时候 就大阳光是第一位 没有大阳光你啥也白瞎 懂了个事就行 这不是黄叶子 这是掉花苞很正常 花些花灰开 对就谢了 他臭宝说玉树的叶子发黄 怎么回事 这晒的臭宝一般 这种就晒的 有话说玉树不是不发晒吗 于是我不喜欢强光暴晒 它很耐阴 明白了吗 它就晒的 适当的过了冬天就会好很多了 到明年春天 到夏天的时候适当的遮阳 估计这个就你前段时间热的时候晒的 下个臭宝说柠檬叶子咋还这样的呢 这个就是黄花病用的臭宝 老是跟华尔门说黄花病 而且你这个伴随着叫姜苗 这姜苗主要还是因为碱性过高 怎么办 适当的修剪修剪 就是一个资条上面留上两三吨叶片 修剪完之后用点杀菌药配合繁肥水就可以了 下个臭宝说小香松三四天还没浇水就这样了 水大 我三四天没浇水了还水大 你这个花盆就是我强烈不推荐大家用的花盆 这个花盆怎么做呢 它四面不透气 你浇上水以后它托盘里边又积上水了 它等于不透气 不接地气 积水恶根 现在怎么办 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它拔出来 让它自然反应 你要有条件种地下 没条件的话 臭宝你再继续这么浇水再施肥的话就嘎了 明白吗臭宝 下个臭宝说 积水观音长出来边缘就有斑缺肥 缺肥 再一个这个积水观音 它分泌的那个液体液片上那个 千万别让孩子啥的吃 吃多了容易嘎 我们之前我们老家就有个小孩 就是老是喜欢舔这个 它家养的又很多 舔了一早上把自己舔到天上去了 一定要注意 千万注意 别的没什么 你要少量的牙 偶尔是一滴两滴没事 但你知道它有毒就行了 好了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会给大家分享很多眼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正一 白车包 好 嗨 嗨 嗨 嘿嘿